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他今天的感谢信也提到 李锐生前不止一次跟他说过死后想回到湖南平江县 回到他父母亲身边 希望妻子也能一起去 张玉珍强调会遵从李锐这个遗愿 不会忘记承诺 回顾李锐这一生 张玉珍认为他始终维持信念 执着于追求真理与真相 盼望民主宪政有实现的一天 即使被关进大牢 丝毫都没有动摇 他说 由于李锐的经历以及直言的个性 使得他长期处于政治矛盾的漩涡当中 不免引来各种质疑与责难 李锐本人则是非常看淡 他强调每个人观点不同 不必太在意 相信这些是是非非 历史自有评断 被禁止出席的独立记者高瑜也在推特上转发这一封信 纪念这位思想自由的元老级人物 新闻时事报流星 罗千竹 整理报导